据印度时报网站18日报道,为提高海军作战能力,印度海军18日将国产导弹驱逐舰穆尔木钢号编入现役。 报道称,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·辛格和海军参谋长哈里·库玛尔出席了在孟埋举行的仪式。 辛格说,穆尔木钢号上的系统不仅能够满足现在需要,还能满足未来作战需要。 他说,这也是我们本土国防生产能力的一个例证,未来我们将为世界造船。 据报道,这艘军舰配备了大量先进的传感器、现代化雷达和武器系统,如地对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,它配有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,其射程可以从290公里延长到450公里。 该舰还拥有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、鱼雷和火箭发射器,以及不同的火箭炮系统,以及宽带雷达和传感器。 报道称,这艘船长163米,宽17米,排水量可达7400吨。 该船是印度海军自行设计的四艘维萨卡帕特南极驱逐舰中的第二艘。 它拥有四个强大的燃气涡轮机,时速超过30海底,而且可以应对核战和生化战。 它配备了现代化监控雷达,为炮火系统提供目标数据,自主研制的火箭发射器、鱼雷发射器和反潜直升机,为其提供了反潜作战能力。